我自己最喜歡的話是這個 終於找到一個完整沒有缺件的那個天馬聖杯 還可以有音樂的 他的聲音破掉了 他破音了 先帶你們來逛一下我的工作間 這個工作間算是我蠻夢寐以求的一個地方 我終於可以有一個地方好好放我的化妝桌 還有漂亮的自然光線 還有很多的儲藏空間 然後部落客的東西都超級多的 化妝桌的話 這一次是從淘寶上面買過來珍珠 包含燈比較下面的櫃子 這個我最重要的一個架子 在我上一個家的化妝台旁邊有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更大一點 已經沒有空間再去放那個大的架子 所以就趕快就買一個人家現成的 這邊就是專門放比較常用的眼影 我不是那種會爆買的人 可能只會買自己特別有興趣的 這個是Urban Decay跟Gandalf Dorrance的 你看它這個可以打開 然後變一個鐵王座 你也不捨得一直去用它 然後這邊打開就是各個家族的眼影 像Lime Crime出過這個有點像Poly Packet的眼影 但它的顏色其實也不算非常特別 只是我很喜歡它這個包裝很可愛 黑盤也很漂亮 他們家的顏色都做得非常飽和 然後很特別 加起來東西實在太多了 每一個都好漂亮都捨不得送你 身為美妝部落客一定會有超多的唇彩 那唇彩的話怎麼收納 你們看這邊 這個櫃子我真的蠻喜歡的 也是淘寶上看到的 然後壓克力櫃 一盒可以放208隻 所以我放滿的話 等於我這邊就有400多隻了 再來就是我的香水櫃 蠻喜歡那種色香的味道 聞起來悶悶的 可能跟我的個性一樣 磁氣沉沉一點 再來就是我的飾品櫃 Massage的飾品都比較浮誇 然後有一種復古感 這是一個像那種西部牛仔感覺 這也算領結吧 貓眼的話一定要外省啊 然後這個衣�的話主要就是放 哎呦怎麼還有我的睡衣 主要是放我工作 就是會拍照會使用到工作衣服 很多品牌會要求我們 在拍照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看起來比較正式 我最常用的單瓶就是西裝外套 可以露出比如說我的頸部線條 然後又可以同時遮住我的刺青 這次我買了一雙 我很喜歡又很少穿的鞋子 你看他的愛心多可愛 雖然說你很少穿 可是就算看到你還是很開心 大家之前很流行 說穿了腳一定看起來很長 我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腿短的人穿起來還是腿很短 他說已經快到我的 乾一逼了 我希望我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有他們自己 該專屬的地方 可以很好的收納 不然會讓我很不想要工作 這首座就是 一個東西沒有達到自己的要求 你想擺爛 這個購物袋我有把它拿去IKEA 裝衣架過 很好裝然後又很堅固 可是它並不輕 你知道小孩都扛得住了 好看比較重要 歡迎來到我的客廳 這邊是我重要的收藏品櫃 陪伴我長大的一個櫃子 這邊的話就是我主要的收藏 1990年代那個時候很早期的 美少女玩具 還有小萌尼杜瑞米 要介紹的就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玩具收藏 第一個是這個 有賣文具跟玩具的那種小店找到 你看上面還有貼那個很早期的抽獎貼紙 找到了一些就是以前的玩具 然後你就開始開發了就是內心想要找回以前童年的那個心情 到處去找看有沒有那種小店有那種沒有人發現的這種寶藏 我自己最喜歡的話是這個 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 就是有點像是一個收藏里程碑吧 終於找到一個完整然後沒有破損沒有缺陷的那個天馬聖碑 它是早期初代的不是後來那個Crystal出的 還可以有音樂的 它的聲音破掉了 它破音了 它照理說它應該是要這樣子召喚天馬這樣子 結果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關它 OKOKOK 你這樣笑跟它一樣可怕 再來就是也是我很喜歡的卡通 就是Shamondi Doremi 應該很多也是它的收藏者吧 這是項鍊嗎 這個它算是項鍊喔 我帶給你看 然後要拍一下然後就變身 霹靂卡霹靂拉拉 呼呼令到貝貝魯多 這也是美少女戰士的初代變身 這可惜我還沒有找到價格合理 然後又有盒子的 它算是品項比較好還沒有壞掉的 很早期大家也是瘋牆的一個 眼線筆 我記得還蠻好用的 現在應該可能還買得到 這個純蜜 它的顏色太可愛了 可以幫我畫嗎 幫你畫嗎 好幫你畫 不要 嗯 歡迎來到我的私人休閒會所 這是SPA區 這個是臉部美容保養區 有自己的房子之後結婚以來 最希望就是有自己的廁所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有各自的癖好 在買這間房子的時候呢 我選的第一個家具是這張沙發 我一直很想要一張這種焦糖色 然後看起來很復古 這應該算美式沙發吧 家裡整個的配色都是以它為主著 畫啊或者是燈具啊 我想要跟它有一致性 其實因為我很怕蟲 所以室內放的那個植物盆栽啊 其實都是假的 那時候看中這間房子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很棒的陽台 讓它看出去這個很舒服 沒有壓迫感 動一些自己的植物 然後可以很悠閒地在外面坐著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種 有金屬感的燈具 所以就選了像是這種 有線條 看起來不會太複雜 可是又有style在 在燈具上比較特別的話 就是我兒子的房間 跟我工作室的燈具 一個是買得非常好 大家都很喜歡那個燈 一個是天堂掉到地獄的感覺 稍微挑了一些就是 就是比較想跟大家介紹的衣服 我最喜歡的蓬蓬秀 那這一件的話 是那個Amy Song 她自己出的品牌 那我最近看到她出的這個系列 就蠻喜歡 就馬上下定 小腰身 有點辣 然後又不會太辣 我最常穿的衣服呢 就是西裝外套 上次我跟那個Mia Q 出了聯名商品裡面 最主要的商品就是西裝系列 那第一個一定是這個 粉紅色 那這件粉紅色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百搭的 有一點形在 不會太拘謹 這個的話就是 它同系列的brow top 那夏天一定再配一個 比如說涼鞋 或者是高感鞋 那炎勳灰色的話 這個顏色你可以 比如說搭牛仔褲啊 想要正妝一點的話 你就可能搭一個西裝褲 要修行也可以 要正式也可以 算是日常蠻好的一個選擇 部落客 都必須要有的東西就是 黑色跟白色的西裝外套 很多品牌都希望你可以 看起來就是很高階的感覺 那只有黑色可以戴給你這個感覺 那像這一件的話 就是我蠻常穿的 一件ZARA的外套 其實我的肩膀算是 比較有點小 所以要有點墊肩 可以讓我看起來 整個人比較有氣勢 然後有那種正妝的感覺 那這件穿起來 真的我覺得 還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然後就是比較夏天 有點亞麻質感 我很喜歡的就是 蓬秀系列 這件的話 是我在淘寶上找到的 拍很多影片 也是用這件來拍 這個好可愛喔 你看 這個現在很流行的顏色 夏天就是想要 看起來清爽的綠色 搭一個brow top 然後配一個長褲 看起來就很時尚 要先說我的鞋子的話 一定要先從厚底鞋縮起 粉絲陪我們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最愛的東西 就是厚底鞋 這雙真的是陪我很久 就有一段時間 我大概就是每天都穿它 不管穿什麼都穿它 因為自己比較矮 喜歡那種看起來整個人很高挑 然後鞋子很厚的那種感覺 其實現在差不多要退役了 因為被我穿到都脫皮了 那另外就是這一雙 它是Dorscale跟Unif合出的 因為它很粉紅色 然後又可以把 腳上綁很多漂亮的緞帶 對我來說 很有紀念價值的一雙鞋子 我覺得夏天一定要的一個單品 就是最真的很喜歡的 涼拖 那我覺得白色的話 你不管搭西裝褲啊 還是牛仔褲啊 長褲短褲長裙短裙都很好搭 這個是那個Durches Gabbana的 大概只帶出門過一兩次吧 可是我很喜歡它 那時候我一看到 這一季的圖案就非常喜歡 然後剛好遇到 店家再做折扣 大概三折吧 怎麼可以不帶它回家呢 但其實你也捨不太得用它 拿著就很開心 蠻長盃的 就是我覺得出門 就很好裝的東西是這個 到現在還是很難買的一個 三合一的包包 這個我猜可以放零錢 然後加AirPods 然後我平常是沒有在用 喔原來有十塊錢 喔不對喔 這是湯姆熊的硬幣 應該是我兒子塞進去的吧 你可以單拿 看起來就是像一個小碗宴包 然後也可以特備 看起來比較休閒一點 本來原本配的那個包包 我先把它收起來 然後搭上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就是一個Vintage系列 它是LV跟春上龍 我很喜歡這個系列 它那個小圖罐在這上面很可愛 還有另外一個你看 那個熊貓超可愛的 VV的雲朵包 它這真的很流行 那我比較喜歡小顆 因為它有側杯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不能放什麼東西 不管拿在手上 還是用側杯都很可愛的一個選擇 其實一開始 我一直都有在IG上分享我的 比如說生活照 然後或者是穿搭照 那懷孕之後 沒事做 所以只能更多的分享 然後比如說衣服 後來就變成 比如說可能有點 育兒的生活 一直到就是 可能化妝 大家覺得喜歡我化妝的方式 然後就慢慢被大家注意到這樣子 我覺得在做部落客 可以有這種工作的挑戰 怎麼面對就是 比如說酸民好了 負面的一些評論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一開始會覺得很生氣 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為什麼這些人 需要講這些話來傷害你 可是久了之後 發現就是加上自己有小孩 有點磨練身心的感覺 已經覺得 似乎並不是這麼重要 因為你不管怎麼做就是 有人會喜歡 有人不喜歡 估計龍心面對它這樣子 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大的挑戰 這類食物我放的都是 這類食物我放的都是 可以吃糖 你剛剛吃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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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蛀牙的 不管什麼糖都會蛀牙 我會蛀牙的糖可以嗎 這樣子喔 那你等一下 它黏住了對不對 你去沖水先 慢打一袋你去沖水 你去沖水先 慢打一袋你去沖水 人生嗎 再來 還要去沖水 晚點 晚點 感谢观看